988新闻线 时间来到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星期五啦 我们就要跟你报一下新一周的燃油价格 真的是继续往下在掉的 看到根据财政部的宣布啊 就是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啊 RUN97汽油每公升的零售价格会下跌8仙 汇报一令吉六十仙 RUN95的汽油是下跌8仙 到每公升一令吉三十仙 至于柴油呢也是会下的 而且是下了十仙这么多 每公升呢是报一令吉五十八仙的 到了夏天依旧要保持警惕 因为高温高湿度这个病毒飞沫呢 是照旧传播的 全球确诊破百万有五万个人死亡 那两个月的病例是增加了一千倍的 天哪 十公里的行管令可以放宽 国防部高级部长就说 警方有斟酌权 我国今天暴增了217宗 诺西山就说 隔离者你们其实可以选择自费住酒店的 好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情况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宣布说 我们今天新增的这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多达217宗算是一个暴增 累计下来的病例呢是3333宗的 他说今天新增了三宗的死亡病例 累计下来的死亡病例是有53宗 那目前呢是有108宗的病例在加护病房治疗 其中54宗呢 他们是需要靠这个呼吸器来辅助的 而诺西山也说 今天呢一共是有60名的病患是痊愈出院 而到目前我们的累计康复人数呢 是有达到827人 而在我国的确诊人士当中呢 包括了138名卫生部的工作人员 不过根据调查 他们都不是因为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患者而被感染的 那之前就有说到嘛 就是从今天开始呢 无论是你用海路还是空的方式回到马来西亚 国人呢 你其实都会直接被送到政府准备的隔离中心 去那边是隔离14天的 之前就讲 大家已经不再需要去担心说你的家人啊 要去机场那边载他 但是这些刚回国的家人就会直接被送去隔离 但现在其实还有多一项选择 运诺西山像星球日报说 被隔离的人 其实你可以选择去入住隔离中心 或是去入住酒店 那如果你是要住一些高级酒店的话 OK 没问题的 你就去自费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选择在政府安排的这个隔离中心 那就是免费的 而且在这个中心里面呢 就会有专人去负责 为你去准备这个日常的饮食这样子的 只不过呢 诺西山是没有进一步解释 他所谓讲这个比较好的酒店啊 那个定义到底是属于多少星级 OK 那看到呢 诺西山今天也有说到啊 跟70多个 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 医生 资助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呢 联合签署了声明 发起新冠病毒临床研究联盟 以便在一些 就是资源匮乏的环境之下呢 一起来应对冠病的疫情 这也就是说呢 可能有一些 各国他们在互相分享这个资讯之后啊 可以让当局去制定一些 有效并且快速的一些措施 那第二阶段的新管令 今天是第三天了嘛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曼沙比里就透露 警方在过去两天扣留 就是违反行动管制令的人数 其实都有下滑 就希望大家继续遵守这个行管令 他就说到昨天呢 是有524个人 因为违反行动管制令就被扣留 比起前一天是降低了6个percent 那之前我们就看到嘛 前天的那个人数也是560多个人 就我觉得抓了那么多人 隔一天还是500多个人 就继续违反继续被抓 虽然下降了可是还是500多个人 对啊 那然后看到说 昨天也不只是这样子抓了就算啊 我们是有483个人 因为违反了这一个行管令 结果是在法庭上面被提控的 再次提醒大家 千万要遵守行管令 就是你要出去的话 真是要有很好很好的理由 那说到这个行管令 之前呢 伊斯曼沙比里就有宣布 民众不可以前往超过10公里以外的地区 去买食物 结果呢 今天就放宽了这个调制 就表示说 其实警方呢 有这个斟酌权 可以视情况来决定 那他就说 因为法律条文不能够 太过 就是定得太细 那警方呢 就可以依据个别的情况来说 比如说啦 这个当地这个方圆10公里 他是没有食物的 所以当地人如果想要去10公里以外的地方 买食物是OK的 而伊斯曼沙比里也强调 虽然说禁止人跨州 但是如果是前往的 他们想要去的这个医院是在外州 因为可能这个地方比较靠近自己的家 那警方可能在考虑到这个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放心的 他有说到啊 因为他有接到通知啊 有一些人可能要去的医院 是已经超过了10公里 所以只好放弃去医院领取药物 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拿药物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必须 真的是有很好的理由要去那一个地区 即使是超过10公里 其实警方也是可以允许的 那另外财政部已经决定说 从4月6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始 会豁免自动提款 及ATM一令吉的服务 那这个其实也包括Maps的这个 就是ATM那边 全部都是可以豁免一令吉的 一直到整个行管令结束为止 不过就有提醒大家啦 OK在提款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当然最鼓励大家的还是直接在网上去使用银行服务 包括说你transfer钱啊什么 如果是可以避免出去的话 都尽量在家里在网上去完成啊 好了那这几天舆论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要不要取消这个摘接月市集呢 伊斯麦莎比里今天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情 他只说呢 只要这个行动管制令依然生效 所有摘接月市集呢 都会被禁止举行的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行管令 第二阶段的话是到4月14号嘛 可是这个摘接月大概是在 行管令结束之后的10天 就是4月24号那个时候 所以他可这样子看起来 如果是没有延长 肯定就是会在行管令之后的啦 那所以呢伊斯麦莎比里就说 如果是在行管令之间的话 肯定就是不行咯 但如果是在行管令结束 之前或是在期间终止的话呢 摘接月的市集是不是还是可以举行了 那他就把这个球呢 推到了国家安全理事会那一边去 因为国家安全理事会之后 会制定一个叫做 行管令后的行动标准作业程序 就是一个SOP 就是不只是我们行管令 管得那么严 不是之后就可以大肆的去开放 那还是有个SOP的 那伊斯麦莎比里就说 就交给他们去制定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到时是不是要取消啦 那虽然说中央政府呢 是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决定 但是这几天我们已经陆陆续续 告诉过大家 有些州属都已经表明 他们会取消灾接月市集嘛 而今天公布的就是槟城 槟州的首席部长曹冠友呢 今天就宣布取消 今年槟州的灾接月市集 来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 当然主要就是要保护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因为在市集里面 人与人是非常靠近的 是很难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所以他就认为必须取消 那另外在新冠令期间呢 同样是被受到很大影响的 就是物流还有运输这方面 今天就看到交通部长魏嘉祥宣布 交通部那边是同意 让物流公司还有运输公司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4月7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二 继续在港口那边去搬货 以疏通堵在港口那边的货物 这样子 所以这四天的时间 大家就是好好把握时间 去清空那些货物 那与此同时呢 政府其实有颁布线报啊 让运输以及酒店领域的行业 在行管令期间 可以照常继续服务 根据线报呢 进入第二阶段的行管令之后 被允许就是继续营运的领域 从原本的10个类别 增加到了15个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五项新加入的 包括了海陆空交通 以及呢这个港口 码头和机场服务及业务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装卸啊 博运啊货物处理 银行以及这个商品储存 第三个类别呢 就是燃油和润滑油的生产 包括说提炼啊储存啊 供应跟分配 凡是跟这个领域有关的都可以 那第四个领域呢 就是酒店与住宿 第五个领域呢 这个可能定义方面 就部长那边认为说 任何对于公众健康啊 或是安全至关重要的任何服务 或是工作 这个也是允许在这期间 可以继续服务的 那这一个就是先保产明说 上述服务会从今天就开始生效了 那另外在行管令期间呢 大部分领域都没有办法营业嘛 刚才有讲过加了五个 其实就15个领域 可以继续营业 但是薪水啊等等各种开销 大家都是依然要 就是会造支 然后那个雇主就是要造付 所以导致一些商家没有办法 是营业下去 甚至可能要结业 对此呢 半岛劳工局今天就告诉新洲日报 为了避免雇主终止员工的服务 导致员工又失业 所以呢 只要员工他们是心甘情愿 不是被强迫的 他们其实是可以在新管令期间 休全新假啊 半新假或是无新假这样子的 因为之前是说完全不可以嘛 但是现在是说其实放宽了 只要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就OK 但当然是他又在提醒了 是绝对不可以强迫员工 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休假的 无论是无新假还是年假都不行 好了今天现在vote呢 我们要问大家的这个题目啊 就是警方赋予 政府赋予警方争处权 就是允许民众超越十公里的地区 去买食物 那你赞成这样这么做吗 那今天给出两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赞成 毕竟有一些人可能是有这样的需要 你可以点选love 但如果你说不赞成 因为这样子会加重警方的负担 你可以点选set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参与我们今天现在vote的课题 在下一段回来呢 就要跟你跟进关于全球的情况 今天正是全球破了百万 真的是很短的时间 昨天才94万 我们是在新闻线94万 短短到一天的时间 过后已经去到破百万 我们昨天才刚刚跟大家说 有专家预测很快就会破 然后会破五万人死 结果今天我们就达到了 当然呢 在这段期间虽然大家很艰难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温馨的事件发生的 下单会回来告诉你 刚那一首是谢霆锋的爱最大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爱 发挥到最大最大这样子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心点心锐 不过这个时候要跟你说的这个消息 真的是心价要大一点 大家才可以承担得到啊 因为全球的新冠肺炎病例呢 今天是正式破百万了 看到法新社的报道 数据就显示呢 目前是至少有188个国家跟地区都沦陷 那截至下午五点呢 全球是超过101万人感染 并且造成53000人死亡 那其中呢 美国就是蔓延速度最快的国家 目前呢超过24万人确诊 并且超过6000人死亡 24万的话其实就是 你想到的概念吗 四分之一的全球病例都是来自那里 换俗语一点讲说 就是240千的人是确诊了 那我们回想两个就多月前 大概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的时候 一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确诊病例 只有一千多宗啊 意味着感染人数在两个月里面 是暴增了将近一千倍 去试试想想的那个可怕的那个数据 那尽管这一波疫情的正央 现在已经是转到去欧美 那个国家那一边 但一月底开始 陆陆续续沦陷的亚洲各个国家 其实现在不算是重灾区 但是他们依然是不敢松懈 依旧是进行这个防疫工作 大家都是希望说继续去防疫的 那另外看到印尼目前通报了 1790宗的病例 死亡人数是170个人 这也是东盟国家里面 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刚关注了我们其中一个邻国 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邻国 新加坡当地的总理李显龙呢 今天下午4点就宣布 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来防止病毒扩散 那从下个星期24月7号开始呢 当地所有提供 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将会关闭 只有巴刹啊超市啊 小贩中心这种提供食物的 或者是公共交通的 基本服务的这些领域 或者是必要服务 比如说诊所啊银行啊 等等这些领域呢 可以照常的营业 那李显龙就强调 当地的疫情 现在依然是受控的 但他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 颁布这个进一步的措施呢 是因为本土感染的这个病例迅速的增加 而且呢 接近一半是查不到感染的源头 那所以呢 新加坡政府才会决定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 那这个措施呢 是会为期一个月 那刚刚有说过嘛 全球病例已经是破百万 这波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落寞 是大家一直在问的 真的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他就表示 对抗这波疫情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恐怕在全球半数人得到抗体之前 疫情是不会停下来 意思就是说 有半数人中了 而且是活下来得到抗体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预测了 那他就认为说 疫情可能是到夏天 大约是六月的时候 会慢慢舒缓 但原因啊 不是因为天气变得暖 变得热 而是因为到那个时候 全球已经有很多人在感染之后 然后又痊愈 已经是有抗体 所以 这个传播的情况就是会慢慢松下来了 那与此同时呢 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也发现呢 即使夏天即将要来临 之前就有说嘛 可能天气热了 这个病毒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活跃 但世界各国都应该还是要继续的保持警惕 因为会有这个近距离的飞沫传播 跟直接接触传染 那研究人员就发现 虽然说高温度跟高湿度呢 对于抑制新冠病毒传播来说 它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难去避免 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还有直接接触传播 像是中国江苏呢 之前就发生过一个案例 可以给大家参考 因为有人在高温 高湿度的这个预场内呢 传染病毒给八个人 OK那另外我们接着看到了 在美国那一边 他们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就发布最新的研究指出 限制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患者 接触外界 就是说那些人已经出现症状 然后你开始隔离他 他说这样的一个方法可能是没有办法 是有效的 就是防堵这个疫情 因为他们就发现到 那一些受感染的人 其实在发病前一到三天 就已经可以开始传播给其他人了 也因此他们的这个机构 就建议卫生官员在追踪调查 接触这一些 就是接触历史的时候呢 应该要把发病前一段时间 也纳入考量 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追踪更多 无症状的这些感染的可能性 意思就是讲还没有症状出现之前 他接触到的人 可能这些也是一些高危险群了 那继续说到美国那一边嘛 当地的劳工部最新的一份报告 指出非常惊人哦 今年三月的最后个星期 美国就有超过660万个人失业 而且他们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这个数字比起前一个星期 是翻了一倍的 意味着两个星期里面 美国有将近1000万个人 因为这一波疫情而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索杰娜就认为 美国这两个星期的失业规模 已经相等于2008年的 金融危机期间的规模了 天哪 所以看到这波疫情 除了说是危害到人类的生命 也破坏了经济体系 因此呢 可以看到各国政府 也都纷纷寄出了经济振兴措施 而伦敦投资研究公司 TM Lombard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呢 这一切都必须取决于 这个疫情到底会拖多久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说 疫情结束之后 一切是不是会好转呢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还会进入一个恢复期 那届时呢 人们的行为模式啊 生活模式啊 包括说购物习惯 也都会改变 所以呢 可能对于经济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重点 这个东西可以提醒大家 尤其是商家 是不是可以往 网上那边方面去发展了 因为之后 大家有一段时间的 那个生活模式 可能都会像现在这样子 那另外中国那边就宣布说 把明天 也就是4月4号 定为全国哀悼日 以哀悼在这一波 疫情牺牲的前线人员 那他们全国各地的 还有那些驻外国大使馆 会降半起致哀 并且会全面停止 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 从明天上午10点开始 全国人民呢 就会默哀三分钟 会鸣笛防空警报 火车啊 汽车船只 都会鸣笛质疑的 那疫情爆发就是 导乱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嘛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大家一起配合 一起同舟共计呢 其实有时候看到大家 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东西 是真的会感觉到特别感动的 其中呢 就看到这个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国内的时装设计师 昆惠 他在得知 有一家慈善团体 在寻求协助的时候啊 他除了捐助了布料之外 他还动手去协助缝制 医院所需要的医疗防护医 那现在呢 他就透露说 是跟他的五位员工 在努力的制作 大约三千件的医疗防护 这医疗防护医 那另外也看到 有一些防务出租平台啦 就为这个前线人员 提供免费的住宿 也有一些饮食的业者 为医护人员提供饭盒 大家都是知道说 这些人都不容易 在这个时候 确实真的是很感动 而且我们就是看到 很多小故事 就抽了其中一个啦 看到这一段期间 其实送餐员啊 包括Grab food也好啊 这些foodpanda 他们都是非常辛苦的 国内一家餐厅 买Burger Lab呢 昨天就在他们的Facebook 上载一张图片 就里面讲啦 有一名叫做 里亚娜的顾客 他就通过这个送餐平台 订了这个餐点之后 他就在订单的备注那边写 诶 送餐员 其实你们不必把 这个餐送给我 因为我点的 就是慰劳你们的 就请你们吃 还想说就是 如果是有多的话 就请你身边的 这些送餐人员吃这样子 内容还提醒 希望这些送餐人员 要小心驾驶啊 要注意安全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 让人家感觉很暖的 虽然是我们一起 对共同对抗 这个疫情 但是我们的心 都连在一起的 当然刚刚那个 也是其中的一个啦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小故事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一为大家整理 但是这些人呢 我们都是非常感谢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 主动的去协助 那今天我们现在 不能问大家的就是 警方赋予 政府赋予警方 这个酌情权 允许民众超越10公里 去买食物 你赞成吗 看到今天的 这个投票的结果呢 68%的朋友 是不赞成的 他们认为 就是只会 加重警方的负担 而32%的朋友呢 是觉得赞成 毕竟呢 可能会有一些人 需要用到 OK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怎么的留言 是怎么看的 OK 看到 他就说 这个时候是要讲 怎么去survive的 不是要生活 是要生存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搞清楚这样子 就希望不要太挑剔啦 就如果吃东西 如果附近有的话 就在附近吃 不是因为去挑 在10公里以外的东西 比较好吃这样 卡伊也说 not for food but medicine的话 yes SK赵就认为说 除非是特殊的原因 否则呢 这样子跑到老远去吃 是不必要啦 非常时期 大家就拯救一下啦 Simon Park也是讲说 因为有一些小地方啊 他们要去买东西 终于来到 待在家就能够 可能就是可以超过10公里 所以他觉得 还是应该要就是 就是放宽一点的 一个情况 反正大家都还是要 配合这个行管令啦 可以的话呢 就是没有必要做到 就没有必要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那可能警方那边 也是有做侵权 反正就是大家 依照自己的情况 去根据这个 就是去遵守这个行管令 大家都配合的话 就最好的啦 好了 今天是星期五啦 大家还是放宽一下心情 预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是湘君 我是Cedia新瑞 下个星期继续跟你聊新闻 我都会有个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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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有个愉快的周末